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Dylan 今天呢 这个video呢 我会告诉大家为什么 我会花一年的时间 来做这个吃力物讨好 又不怎么好看的魔术 video呢 好 如果萤幕前呢 你没有看过这个video的话 我放一个 链接在这边 你可以点击来看看 那个就是我一年的时间来准备来拍 做出来的魔术video 我们就进入真正话题了 为什么会做这个魔术video呢 其实我做这个 我只是为了要找一个答案 当然有答案就有一个问题吧 那个问题就是 我所相信的魔术 会不会就是 魔术的真理 或者是魔术的镜头呢 可能你听了不是很明白 所以在里面呢 我们有讲两个 我有两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 我所相信的魔术 第二个就是 魔术的真理 到底是什么 先解释这样 我所相信的魔术是怎样的 我所相信的魔术 而我所相信的魔术呢 是我觉得魔术 它就应该像一部很有意义的电影一样 当观众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呢 它会有很多情绪的波动在里面 比如说他刚刚看那个电影的时候 他会觉得 搞笑啊 接下来还会觉得 悲伤 然后觉得感动 然后觉得又有浪漫 然后突然间又觉得感恩 有各种情绪在里面 在看一部电影 我觉得 魔术 应该要做到这样子还对 当人家看一个魔术 人有这么多情绪在里面的时候 这样还叫出一个有价值或者是有意义的魔术吗 这样 或者是跟很多有意义的电影一样 很多人看完这个电影过后 10年 20年过后 他觉得这部电影真的是很有意义 让他学到一些东西 这就是我觉得魔术应该又有了 有意义的魔术 Miniform Magic 给按摩一下 这就是我觉得的魔术 当然现在我 是没有做到这一点的啦 所以这个video其实是为了我研究 要怎样做到这一点而已 我要寻找 怎样还能找到 变出这样好的魔术 一个很有意义的魔术 的formular 找到这个formular过后呢 我就很看看这个formular 是不是魔术的真理 当然现在我们就讲 什么是我觉得的魔术的真理 魔术的真理 我认为魔术的真理就是在我学习魔术的这条道路中 走到最后看到魔术的镜头看到最后一道门 我打开的时候 那时候所看到的整个魔术的样貌 那时候就是看到魔术的真理 就是说完整的魔术 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讲 就好像一个拼图一样 当我每打开魔术一道门我就拿到了一个拼图 而这些拼图慢慢的拼起来 当我走到最后一门门的时候 把最后一个拼图放进去的时候 我还看到原来魔术 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我的意思啊 不懂你目前的你懂吗 我解释大概是这样子啊 而怎么知道我拿到这个拼图 就是最后一片拼图呢 是不是可能它还有更大的拼图在后面呢 这就是我觉得魔术的真理 最后一当我真的完成这个拼图的时候呢 这个魔术 他人所做出的东西是什么 有一个比喻 今天如果真的 掌握了魔术的真理 然后我的表演 现在讲是种族歧视 然后全世界的人 任何一个人 看我我的表演过后呢 他是种族歧视 都会变成不是种族歧视 我觉得魔术的真理 就必定有这样的能力 能改变一个人的能力 能改变世界的能力 当然你目前呢你可能觉得 这个不是催眠术吗 不是 对我来说魔术的真理 就是一个表演 能让一个人看完这个表演过后 还能找回真正的自己 的一段表演 什么是真正的自己 我们刚刚讲的 刚刚的种族歧视来讲 古语就说 人之初 性本善 不是每个人生出来就是 种族歧视的吗 没有一个人生出来就是种族歧视的对不对 你目前你觉得对不对 每个人生出来就是善的 每个人生出来都不是种族歧视的 这就是他真实的自己 他真实的自己是没有种族歧视的 但为什么会变成种族歧视呢 就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架构 所造成的 可能是某种 某些人为了一些权利 或者有一些父母的教导 而影响到他 变成种族歧视的 之前我看过一个视频 他做一个实验 他带一些小孩子 不同种族的小孩子 问他们 你会讨厌这个人吗 你会讨厌这个人吗 不一样种族 然后他叫他去打他 那些小孩子都不会去打他的 无缘无故 怎么他会打一个跟他种族不一样的人呢 这个是 真实的自己 生出来就真实的 是这样子的 这些小孩子为什么变成种族歧视呢 就是我们是要活着社会的架构 影响到他们的 而如果你目前的你想要了解 这个我刚刚讲这个种族歧视 实验的video 我尽量找看 如果有的话我会放在这个链接那边 你可以点出来看 如果没有 这样就 自己找看啦 好像有点扯远了 我们再讲回来 所以 这个就是 魔术的真理哦 我觉得魔术的真理 是很带 看完这个表演过 带动人家找回他 原本的自己 真正的自己 抛弃社会所带给他的 观念的自己 找回他真实的自己 我觉得这 就是魔术的真理 应该要有的 实力或者是 效果 在这里我再讲多一点 可能一些会魔术的朋友 或者是同行的魔术师 他们会觉得 这个是很奇怪的东西 魔术的 定义就是神奇而已嘛 之前我也是有觉得 魔术真理可能只是 带来神奇而已嘛 就是这样子而已 但是 日子久了我看到了越来越多的 很好的表演 这时候我会觉得 会不会是我自己错呢 我觉得 这整个 我已经看完了这个魔术了 但是 其实我只不过是拿着一篇 小小片的 魔术拼图 看这个小小片的魔术拼图 我就觉得 我已经看完了 全世界 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观点啦 如果你不认同 也是没有关系 因为魔术是一门艺术嘛 每个人觉得都 他没有一个定义的 他就是一个 艺术就每个人的定义就不一样 好了 大概是这样子啦 好的 回到正题 好了我们再回来 我之前那个问题 一直存在着我心里的问题 我所相信的魔术 会不会就是 魔术的真理 就是说 我所相信这个电影的魔术 会不会就是 魔术的真理呢 这就是我在寻求的答案 是 还是不是 是不是魔术的真理而已 就这样而已 如果结果最后是不是 又没有关系 而要怎样知道 我所追求的答案 是不是魔术的真理呢 其实很简单 刚刚我已经给了一个例子嘛 如果我变一个种族歧视的魔术 全世界任何一个人 是种族歧视 看了过后他都不会 变成种族歧视 他都毕竟不是种族歧视了 就是说如果我变这个种族歧视的表演 全世界任何一个人 看了我这段表演 过后 他也是种族歧视 这样子 就不是 魔术的真理 为什么我想找这个答案呢 其实老实讲我自己本身 有很多方面也不是很喜欢 为什么我要去找这个答案呢 因为真的是很累 对我来讲 这个要寻找这个答案的欲望 就好像一个诅咒一样 像我之前讲的 我们一年多的时间去做一个魔术 video 他只是为了要少 学习到一点点东西而已 只是研究到那一点东西而已 在这个 在这个做这个魔术的过程中 其实我是很累 很不是很想做的 因为 第一年多我每一天 放工 回家 就开始做这个东西 然后很多 星期六星期日我都没有出去 就在 就在我家里面 就一直在做这个魔术的东西 研究 怎样做这些道具 故事要怎样写 这些东西其实 我的重点是 我又没有这个方面的才华 你想看我要去 我要去写故事啊 我要去编这个魔术 我要自己做道具啊 这些要拍摄啊 这些手法啊 我自己认为我自己是没有这样的才华去做这个东西啊 所以当你在做这一个你不擅长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是很累的啊 很烦恼很多问题的 又没有人可以教你 我多么希望 是已经有人 找到这个答案了 请问前你可能问我为什么我会 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啊 还会不放弃的因应去做这个东西呢 其实我想放弃很久 我也想要像很多人这样回家 办公回家可以看戏啊 打电话啊 这样子 无一无 这样平平淡淡的过生活也是我觉得 其实蛮不错的 但是 就好像我之前讲 这个东西就好像诅咒一般 当我每次 不想做的时候 可能我躺着 可能我就 在家里看戏打电话 两三天过后 然后这个 这个寻找这个答案的欲望呢 他就好像很 呃 不想怎样讲 他就会扎着我的心 让我很难受 我 我 我 被逼要站起来 然后继续去寻找这个答案 不是我自己很有动力去做 嗯 yes 我今天要去做这个魔术啦 没有 我只是 被这个诅咒 好像绑着一条铁链 当我懒惰的时候 它会 拉一下 让我有一点 让我很不舒服又让我起来 然后叫我去做 我就好像 这个答案的 努力一般 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子啊 这个 就是我会做魔术的 其中一个理由啦 好了 这次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下次的影片呢 下一个影片我会讲解 一些后制 我做这个一年多的 魔术的后制 下一个影片我会分享这些东西咯 好啦就这样子啦 我们下期见 拜拜